是的 缅甸军方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示威现场向示威群众开枪 至少有两个人命丧枪口 军方血洗曼德勒的行为震惊海内外 缅甸人民无畏无惧 星期天继续在最大城市仰光 再发动另一轮大规模示威 示威者炮轰 军方向民众开枪的行径最无可恕 并形容这是示威爆发以来最血腥的一天 同时也宣告缅甸人势必反抗到底 不会屈服在军方的独裁强权之下 自然而言 军方夺权20天之后 枪口对准自家人 欧盟、联合国、英国和美国等等国家和组织 齐声谴责缅甸军方暴力对付和平示威的民众 美国社交媒体拒播面子书 星期天也以多次违反禁止煽动暴力的社区标准 删除了缅甸军方的官方面子书专业 2月1号凌晨 缅甸军方以大选舞弊为由 扣押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总理温明等一众民选领袖 同时宣布实施一年的紧急状态 将国家的权利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